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大选要不要在今年内举行 内阁成员党针对这个课题一直都互不咬闲 那巫统是高喊要立马大选 而政府内的另一个成员 国盟则是不断反对 还提醒巫统 那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大哥了 不能说自己要大选就大选 先问过内阁其他的成员再说 现在就有个争论了 那宪法的第41条文清楚阐明 是内阁而不是首相向元首建议解散国会 而国盟除了公开反对 他的12名部长还集体签署信函上书给元首 以水灾为理由反对今年内大选 那针对这项行动 巫统团长阿斯拉夫就质问 这一封反对信函 是不是可以看成是内阁成员 对首相失去信任呢 他指出 依据联邦宪法第43条文 如果首相失去议会多数支持 则可忠告元首解散国会或辞职 而他相信首相沙比里会做出明确的决定 那乌东总秘书阿莫马斯兰也认为 这12名国盟部长的举动显示现有政法的 政府的合法性正在减弱 巫统总秘书阿莫马斯兰 今天在政治老曹若夫奔真出席去布活动时 召开记者会谴责12名国盟部长 致涵给元首的行为不合理 他认为12部长的反对大选信函 已经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 意味着他们不再信任首相沙比里的领导 他也有连奖之后 他也会有卖感到不信任 在什么是由 Perdana Menteri 其实会有的主席 然后他有想到 他都会有想到 他有的想法 和上海盟部长得了 是里巴du kebahagianicu'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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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里巴du kebahagianicu' 在我看不到12位 这12位会想到 在其中的相关 乌统如今是抓着12名国盟部长的反对信函大作文章 指他们不信任首相沙比利的领导 那国盟总秘书韩沙在努丁也很快跳出来澄清 他表示国盟12名部长的决定呢 只是基于国盟成员党的共识 他们依循政党的决定来行事而已 国盟的立场是呢 反对今年解散国会举行大选 并不意味着国盟撤回对首相沙比利的支持 他认为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